丁英抬起手臂 头顶银色莲花罐竟然如活物绽放开来 原本并拢的花瓣向外伸展 摇曳生姿 丁英将指尖内把绣针飞剑放入其中 倒罐恢复原样 银色的花瓣纷纷合拢 丁英双手复后 低头凝视着那条近在咫尺的剑气长流 饶使丁英都要觉得这一幕 是生平紧见的美景 他一边俯瞰着这条玄庭人间的雪白西剑 一边开口笑问 陈平安 是剑尸的御剑之术吧 你和风清白之前都用过 使我掉以轻心了 没想到你能驾驭这么远的剑 不过没关系 大局已定 再者这么一把仙人剑 你身为主人 竟然不真正握住剑柄 而是使了障眼法 虚握而已 是不是太可惜了 他收回视线 转身望向陈平安 还是说 你其实也无法完全掌握这把剑 可惜可惜啊 这些似物非物 似水飞水的东西 难道全是剑气 剑气消散极快才对呀 陈平安没想到丁英的眼力这么独 这么快就看出了自己跟这把剑的貌和神离 这把长器 当时在飞鹰宝外 陈平安曾经拔出鞘一次 他整条胳膊的血肉啊 都被剑气一削而空 白骨雷雷 还是露台用了阴阳家路式的灵丹妙药 才白骨生肉 此次驾驭长器来到身边 当然不是陈平安的剑尸之境出神入化 能够驾驭这么远的长剑 而是他和长器两者之间朝夕相处 剑气浸透体魄 神魂反过来牵引剑气 哪怕两人分开 依旧藕断丝连 丁英指了指自己的莲花道观 这会儿你拿到了剑 我则暂时失去了这顶仙人道观的神通 一来一去 接下来算不算公平交手啊 陈平安须握剑柄的五指 微微加重力道 即使于小巷院落 终止于陈平安手心的剑气长河 瞬间归落 剑气重新汇聚于剑身 手中长器剑 再也看不出异象 他掂量了一番长器剑的重量 觉得刚刚好 比起飞剑十五里头的痴心剑要更重 陈平安自从在老龙城获得内部剑术正经 在渡船桃花岛开始练剑以来 一直觉得太轻 现在哪怕只是虚握长器 也觉着合适 分量合适就好 丁英直到这一刻 才将陈平安从陆坊重秋之流 上升到了修习仙术的余真意 两者区别 就是任你陆坊剑术玄妙 重秋拳法无敌 在我丁英面前 仍是志同耍柳条 老翁挥拳头 这座天下 唯有攻守接巅峰的余真意 才有机会伤到他丁英 陈平安重重呼出一口气 在这边唯一的好处 就是五人之争 不会针对陈平安的唤气 好像此地武夫啊 缺失了浩然天下 成为纯粹武夫的第一步环节 在陈平安那边 武夫与炼器事 被其道而行之 需要先散去体内所有灵气 提炼出一口纯粹真气 气弱蛟龙 游走五脏六腑 百害气腑 如一只边军惊奇 在开疆拓土 开辟出一条条 适合真气运转的道路 才算登堂入室 真正走上了武道 但是在这一座天下 大概是灵气稀薄的关系 武人根本没这份讲究 也就少了那份淬炼 所以一开始的底子呀 就打得差了 江湖上许多武学宗师 追求的反普归真 其实不过是武学之路 走到了一定高度 凡然醒悟 才开始倒推逆流 可即便如此 这百年江湖 还是涌现出了丁英 于真意与重秋 这些天纵奇才 历史上更有未宪 卢白相和隋右边的精彩绝艳 丁英微笑着 除了头上这顶莲花冠 你陈平安的手中剑 是我丁英第二样 想要拿到手的东西 以虚握之姿 手持长气 陈平安以汉山拳 六步走庄向前 其中蕴含了 重秋大拳架顶峰之意 每一步幅度都大小差异 但是炼拳百万之后 一切自然而然 权益早已经渗入 陈平安骨髓 加上重秋先前 杨庄厮杀 实则暗中传授的 拳架顶峰 本就有行云流水的意味 两者衔接 天衣无缝 以丁英的眼光 陈平安这六步 竟然瞧不出 一丝一毫的破绽 真正的天人合一 与大道契合 丁英在一甲子之间 大肆收齐 汇总天下武学 丁英本身呢 又是百年难遇的 练武奇才 融会贯通 试图编钻出一部 要叫天下武学 成绝学的宝典 瞧见这平淡无奇的 向前六步 他眼神一意 看来自己内部密集 还有茶漏不缺的余地啊 既然没有机会 一击毙命 加上想从陈平安身上 摄取一些天外武道 丁英干脆就避其风芒 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 这一退有些失措了 第六步之后 陈平安一身气势 已经升到巅峰 全意浓郁到了 凝聚似水的地步 如一粒粒水珠 在荷叶上滚走 日复一日背负长期剑 打凹神魂 原本那些缓缓 进入陈平安身躯的剑衣 就是那张荷叶的脉络 高高跃起 一剑劈下 陈平安双手握剑 剑锋变术为横 一闪而逝 大街被那道剑气 分成左右 若是有人在街道两侧 就会发现这一瞬间 街对面的景象 都已模糊扭曲起来 丁英已经退出三掌外 脚跟凝转 侧过身 雪白剑刚从身前呼啸而过 如游人观看 拍案大潮 侧身面对第二剑的丁英 一拍掌 双脚离地 身形飘荡浮空 躲过拦腰而来的 汹汹剑气 一掌刚好落在 长期剑身之上 掌心与剑神触碰在一起 如魔石相互碾压 丁英皱了皱眉 手心血肉模糊 咒人发力 屈指一点长气劲 身躯 借势翻滚 向后飘荡而去 只是失了先机的丁英 想要摆脱陈平安 并不容易 陈平安下一次六步走庄 第一步就踩在了 离地寸鱼的空中 第二步就走在了 离地一尺的地方 步步登天向上 与此同时 松开长气劲 化作一道白红 激荡而去追杀丁英 这当然不是陈平安 已经继身五道 第七境 御风境 而是取巧 向长气劲 借了誓 凭借一人一剑的 气机牵引 这才能够御风凌空 不过之前 与重秋一战 较大龙后 初次破境 继身第五境 那会儿的树步凌空 成功跨过街上那条 被陆访劈砍出的沟壑 属于气机尚未真正稳固 如洪水外泄而已 所以重秋 正是看出端倪 才会出拳 帮助陈平安 砥砺武道 丁英一脚踩踏 脚下轰然炸裂 身体倾斜着 向空中更高一处 又是一踩 还是同样光景 以外放钢气凝聚为踏脚石 在落脚之前就搁放在空中 使得丁英能够在空中 随心所欲地去往任何地方 这几乎就是浩然天下的 御风净雏形了 丁英如果能够飞升离开 藕花府地 成就之高 无法想象 丁英之外的天下十九人 无论是当地武人 还是哲仙人 在藕花府地这座牢笼之内 都以天人合一为山顶最高处 走到这一步都很吃力 耗费了无数心血 但是丁英不义啊 他只是因为藕花府地的最高处 就只能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才年复一年的滞留原地 等着别人一步步登山 而他早已在最高处多年 俯瞰人间 了无声趣 所以丁英才会以这方天地的规矩 和大道为对手 这场惊世骇俗的天上之战 陈平安是剑师御剑的手段 招式则是浮以剑术正经上的血崩式 始终不让丁英拉开距离 同时又不让丁英栖身而尽 进入两臂之内 两人在南苑国京城上空 纠缠不休 不断向城南移动 剑气与权刚相撞 轰隆隆作响 如雷声滚动 让整座京师百姓都忍不住抬头观望 一席雪白长袍的年轻人 驾驭这一条好似白红的长剑 那幅壮观动人的画面 像是下了一场 不会雪花坠地的鹅毛大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